每日神话 神来在地上本不属世界 他不是为了享受世界而道成肉身的 在什么地方做工能显明他的性情 而且最有意义 他就在什么地方降生 不管是圣洁之地还是污秽之地 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做工都是圣洁的 世界的万物都是他造的 只不过万物都经撒旦败坏了 但万物仍然都是属他的 都在他的手中 他来在污秽之地做工 是为了显明他的圣洁 为了他的工作他才这样做的 也就是为了拯救污秽之地的人类 他才忍受极大的屈辱 做这样的工作的 这是为了见证 是为了全人类 这样的工作让人看见的是神的公义 而且更能说明神是至高无上的 他的伟大与正直 就表现在拯救一般无人瞧得起的低贱的人身上 他降生在污秽之地 并不证明他是低贱的 只能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看见他的伟大 与他对人类真实的爱 他越这样做 越能显明他对人纯洁的爱 无瑕无私的爱 神是圣洁公义的 尽管他降生在了污秽之地 尽管他与那些满了污秽的人同生活 正如恩典时代的耶稣 与罪人同生活一样 他做的这一切一切的工作 不都是为了全人类的生存吗 不都是为了人类能蒙极大的拯救吗 两千年前 他与罪人一同生活了多少年 那是为了救赎 今天他又同一般污秽低贱的人同生活 这是为了拯救 他的所有工作 不都是为了你们这些人类吗 若不是为了拯救人 他怎么能降生在马草里后 又与罪人同生活 同受苦多少年呢 若不是为了拯救人 他怎么能第二次重返肉身 降生在魔鬼群居之地 与这些被撒旦败坏至身的人 同生活呢 神不是信实的吗 他做的工作 哪一样不是为了人类 哪一样不是为了你们的命运 神是圣洁的 这是永不改变的 他不沾染污秽 尽管他来在了污秽之地 这一切只能说成是 神对人的爱太无私了 他忍受的痛苦太大了 他忍受的屈辱太大了 为了你们这些人 为了你们的命运 他忍受多大的屈辱 你们不知道吗 他不拯救那些高大的人 和那些豪门富贵之子 而是专门拯救那些低贱的 被人所看不起的人 这不都是他的圣洁吗 不都是他的公义吗 为了全人类的生存 他宁肯生在污秽之地 忍受一切的耻辱 神太实在了 他不做一点虚假的工作 哪部工作不都是这么 实实际际地做着 尽管人都毁谤他 说他与罪人同做习 尽管人都讥笑他 说他与污秽之子同生活 说他与最低贱的人同生活 但他仍是这样 无私地奉献着自己 仍是这样 在人中间被人弃绝着 他忍受的痛苦 不比你们的大吗 他做的工作 不比你们付的代价多吗 你们生在污秽之地 却得着了神的圣洁 生在魔鬼群居之地 却蒙了极大的保守 你们还有什么选择 还有什么怨言 他受的苦 不比你们受的苦大吗 他来在地上 从未享受那些人间的福乐 他验增那些东西 来在地上的神 不是享受人的物质待遇 也不是享受人那好吃的 好穿的 好戴的 他对这些根本不理睬 他来在地上 乃是为人类而受苦 不是来享受人间的福气来了 他来了是受苦 也是为了工作 为了完成他的经营计划 他并不选一个好地方 住在大使馆里 住在高级宾馆里 也并不让多少个仆人 侍候他 就你们所看见的 他来了是做工 还是来享受了 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眼睛看不着吗 他赐给你们的还少吗 他如果生在一个安逸的地方 他能不能得着荣耀 他能不能做了工作 他那么做能不能有意义呢 能不能把人完全征服呢 能把人拯救出污秽之地吗 按人的观念 神既然是圣洁的 为什么生在我们这污秽之地 你恨恶我们污秽的人 验憎我们这些污秽的人 验憎我们的抵挡 验憎我们的悖逆 你为什么跟我们在一块生活呢 你是至高的神 降生在哪儿不行 非得生在这污秽之地 你天天刑罚审判我们 明知道我们是摩押的后代 为什么还在我们中间生活 为什么还从摩押后代的 一个家庭中出生呢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你们这样的认识太美理智 这样的做工才让人看见 他的伟大 他的卑微隐藏 为了他的工作 他愿献出一切 为了他的工作 他受了一切的痛苦 他是为了人类 更为了征服撒旦 让所有的受造之物 都顺服在他的权下 这才是有意义的工作 有价值的工作 杀了个人 要煮的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